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同署海角天边攜手踏平崎嶼 财政司司长梁錦松 是以这几句温情的歌词 为今个年度的财政预算案作结语 新的预算案只是假设公务员减薪 向市民就派钱六十几亿 又不加税 市民普遍是欢迎的 但是政府的财政面前 还有很多崎嶼的路要走 梁錦松计划在五年内 将几百亿的赤字消除 当中有很多被外界称为 乐观的假设 例如经济稳步复苏 楼市上扬等等 一旦事与愿违 香港人要面对的 又会不会有更多的新税行呢 面对今年六百五十六亿的财政赤字 财政司司长梁錦松 上个星期发表的预算案 有关税收的动作其实不算多 只是增加了一些对民生 没有太大直接影响的税收 例如加红酒税以及降低个人入境时 可以攀带的免税烟酒 以香烟为例 由每人五包免税烟减为三包 我想三包和五包没分别 现在好像人家带十包那些都是拆散带下来 都是这样过的 三包也是带五包 没有就吃少吃 改专行吃烟豆 影响较大的可能还是计划在2003年开征的 边境建设税 对于住在粉岭公屋的陈先生 回内地给去九龙更方便 平均每星期也会同时亲友 回内地吃饭和玩 平均每次每人的消费是200元 假如明年开始 要缴交18元的边境建设税 一家七口一过关 就要先给126元 他说会宁愿去少一点 如果开征边境建设税 北区的商户可能是最直接受惠 好像梁先生在上水石湖区开酒楼十几年 但是近几年 受到区内居民不上消费的影响 生意下跌了两成 开征边境建设税 他的生意就有望改善 如果一家大小是四五个人的 人家过关都成100元了 可能会留下他们在香港消费 我觉得对我们饮食也是一定的帮助 信心好些 觉得他们要花大了 可能会留下香港 不过针无量投利 18元的边境建设税 对于梁先生的经营成本也会有影响 因为梁先生和很多香港人一样 也会不上买货 每个月平均四五次 主要是买一些给香港便宜的货品 再托人由罗湖带到上水 每一转要付七八十元的费用 如果政府开征边境建设税 他的成本也因此要每转增加18元 他认为影响都还可以接受 不过对于一些因为工作或者是上学 需要经常往返香港和内地的香港人 边境建设税的影响就可能会大得多 希望政府考虑一下 直接在内地居住的人士 有没有一个豁免 因为我们不是上去购物 或者上去什么 我们是直接在家里在上面 预算案提出的几个税收的变动 反对声音都不算大 不过估计格外只可以每年为库房 增加13亿7千万的收入 对于解决600几亿的赤字来说 明显是杯水车身 大梁感冲仍然说 有信心在五年内可以解决赤字 寄予的是不少的期望和假设 我相信欧美经济 在可见的未来将会复苏 而内地经济会保持高速的增长 基于外围因素转好 而香港经济继续朝着高增值活动的方向发展 我们的中长期的前景是良好的 梁感冲估计香港经济即将复苏 本地生产总值可望由今个年度的百分之零点一 跳升到2003年的百分之三 有学者就认为梁感冲太过乐观 大家知道香港的经济是很受外围的经济因素影响 其实最主要的经济因素就是美国的经济因素 会不会是美国经济复苏和复苏之后 在这几年里面有一个比较高的经济增长 这是我们最大的问号 期望经济复苏 梁感冲又估计政府下个年度的种种收入都可以改善 包括出售地铁有150亿 外汇基金投资收入有126亿 而最主要的收入来源 卖地收益更加可以高达249亿 不过看过去几年 政府的卖地收入预测 市场都有怀疑 好像98至99年度 政府估多了300亿 99至2000年度好一些估少了40亿 2000至2001年度又估多了120多亿 这个年度一样估多了170多亿 学者就认为政府今次的预测 同样是过于乐观 土地的供应大家看到 楼宇供应量这几年 都是需要一段时间的市场才可以消化到 这几年的新楼都是很多 所以只看供求的均衡 你觉得新的土地的受欢迎程度 可能没有以往 就是97年之前那么蜂蕭 我自己在市场运作了这么多年 都知道市场很多时候是不确定性的 但是总的来说总是要有个假设 这个假设我觉得是基于现在我们的看法 是觉得是合理的 以折留来对付财赤 梁錦丛还有很多假设 包括削减公务员薪酬4.75% 每年省下60亿 控制政府开支增长是1.5%等等 希望在五年后可以省下高达400亿的开支 但要落实推行将面临不少的困难 用公务员作为调整经济的作用 我觉得这个是不对的 因为我们始终都要 公务员的价格是要稳定的 在这些前提下 政府才可以不用开征新的税项 不用扩阔税机 而可以在2006至2007年度 做到收支平衡 但是在预算案中 梁錦丛就留下了伏笔 开征俗称销售税的商品及服务税 就是其中之一 鑑于香港的经济现况 行政长官和我已经清楚表示 不会在经济低迷时 开征商品服务税 不过政府仍然会继续研究 开征这个税项的具体事宜 已被不时之需 新税项事宜咨询委员会早前建议政府 在三四年内开征销售税率3% 估计每年可以增加税收180亿 外国经验 譬如加拿大 这个销售税其实是在加拿大那里 看到当加拿大经济不好那时候都相当稳定的 其实政府可以起依赖这个销售税 因为它帮经济一个环境 在经济的气候的关系就没有这些直接税那么大 目前全球不少的国家已经实行销售税 作为重要的税收来源 好像加拿大的税率是7%至15% 日本是5% 其他欧美国家平均税率更加是高达百分之十几二十 但推行的同时也衍生不少的问题 他对那个旅游业和那个零售业是很大打击的 日本已经有个例子了 引入了这个销售税是大萧条 一直很多年 甚至有些其他国家 巴基斯坦的国家甚至搞到暴动 除了备受争议的销售税之外 梁感松更加在预算案之中主动提出 研究打击非法赌博活动 令到讨论多时的赌博合法化问题 再度提上议程 政府正在研究 如何更有效打击非法足球博彩活动 其中个别的方案 可能为库房带来额外的收入 民政事务局在去年年中发表的咨询文件 估计香港赌博人数大约有34万人 每年涉及的投注额超过200亿 估计可以带来三十几亿的税收 这个不是一个财政的问题 它本身是一个社会的问题 一个社会政策 究竟我们鼓不鼓励 或者是怎样看来是赌博 今年政府还可以腾出六十几亿 推出多项一次过的输解民困措施 打来的日子 如果期望和假设都逐一落空的话 财赤得不到舒缓 政府将会面对更大的开源折留压力 梁甘松在预算案的结尾 不妨勉励港人要携手踏平崎嶽 但面前崎嶽的岁月又有多长呢 预算案还是给不到答案 香港人经济挂岁 城市要发展 百年的古树往往要让路 一波古树价值有多高呢 确实很难用金钱去量度 古树吻含的不单只是历史价值 科学研究价值 也是城市内大自然的遗产 可以淨化和美化环境 人和树之间仍然有不解的感情 我们城市组在十几年前已经有法例 也有专责部门保护古树 香港的情况又是怎样呢 这一天有树医之称 帝属康民署的树木组 就来到位于九龙塘 雅识士道休戚公园做手术 修剪树冠长得过分茂盛的质业 我们主要原因的修剪 不外乎是几样的 第一就是为了公众安全的原因 例如像行道树 我们一定要保证它的横肢 或者所有的生长 是不会阻碍来往的交通的 其次来说有些树木 当我们发现有些枝条 如果有生准的不好 或者年龄的问题是枯死 又或者受到病害的感染 我们也要作出适当的修剪 树木组就是用这些先进的仪器 为一些表面看下来健康正常的树木 进行身体检查 我们有一些叫超声波的仪器 我们现在就将在直径两边那里 就是一起发射 三四二第一次 现在它的直径在三五二 在三五二 它第一次讀数是三四二 去到三四二 在这个位置 表示这个已经进入去Z 就是出现问题要进一步检查了 我们来看看树木的标本 刚才我们测试它之后 原来 原来 看这棵树是很完美很无瑕的 那我们来看看里面究竟有什么问题发生 哦 其实原来里面已经是腐烂了 树木组每天都有专人在港九各地区 巡查核下树木 但是树木组就只有百多人 要巡查树木就达六十万棵 人手严重不足 在政府总部走过一些 中审法院对开邪路上面 我们就看到这样的情况 比如这条路 它本来全部都种在榕树 这两棵还可以生存得挺好 但是下面就不行了 那棵树可能因为照顾得不够 所以已经是枯死了 枯死之后 那些父生的真菌都生上去 我想这个距离都不太久了 或者这两年而已 距离之后它有孔 它有孔 那孔有孔着它的时候 那些虫啊 那些病菌 容易入侵 譬如这些东西 可能东西都重进去了 又进去了 抹出很多粉末 这棵树也是同样的情况 你可以说它是自然死亡 但是实际上来说 有时候照顾得不够 因为榕树本身 它的自然寿命可以很长 你看下面那棵树就很明显 你看这么大的孔也没有人保 许林庆从事植物研究 预四十年 他说政府在大量栽种 大架绿化的同时 又不搏出足够的资源去保育树木 在政策上 其实是自相矛盾 虽然香港的绿化 就是做了很大成绩 种了很多树每年都 但是呢 假如我们说一面种 但是那些古树 又不保护得好 又一面死 那时候就是很矛盾的 他说每棵古树 其实都应该得到 好像政府总部门 这棵子坛树的对待 第一 第一 他有一个花壇 一个树圈 那里面是不放那些水泥 是有土壤的 第二 有东西围着他 不让人随便随便 随便随便他 第三 就是他这个斩了之后 或者是打风 或者打风之后 他有逃回那些防腐的 或者防虫的那些药物 因为他是超过百年 所以他的生理状况 就不是那么旺盛 所以特殊给他一些照顾 才行 但是目前来说 除了这棵树 我就看不到 或者个别有这样 但是很少要照顾 可能和这棵树 还是在政府合处全面有关 其实香港的绿化工作 相对于鄰近的大城市 起步都要迟 直到1993年 当时的市政局 才开始推行绿化香港计划 去年政府就花了二千多万 还值了超过二百万棵植物 康民处已经是属于 比较积极保育树木的部门 除了种植树木 是一个重要之外 其实树木的保养 的护理也很重要 尤其是我们不停地种植 如果没有好的保养 其实是浪费了资源和我们的时间 香港现时 并没有专责陆化的部门 更加没有古树明目保护条例 陆化政策及工作 就由多达四局十处 各自各执行 其实香港不是没有法例 去保护树木 我们康民处 我们自己也都在 我们的民康条例里面 有说到在公园里面 如果你除以堪费上 我们是怎样有罚则的 香港树木的管理 官方方面 就有十个部门 有三四个部门 就有份参与的 你不要说一般市民 甚至是发展商 甚至是政府部门 有时都会无所释除的 其实树木保育的权责 简单来说 就是视乎那棵树所种的位置 例如郊野公园 就由鱼龙处负责 屋村范围变属房屋处 普通公园和路边 五米以内的树木 就归康民处 但五米以外 就可能属于路政处 不过在众多部门当中 除了康民处之外 其他部门 都没有核下专业的树木管理队 每一个统一的机构 将这些保护古树绿化 统一起上来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譬如搞建设的人 就不太懂得 那些保护古树 马路随便可以看到 就是挖了马路之后 再铺水泥的时候 将那些水泥 就烘到一棵树的树光围住了 甚至我们那棵树王 都有这样的情况 利波位于黄竹坑道的雨豆树 在97年曾经被选为 市民最喜欢的树王 现在就落得这样的下场 你看一下 虽然算了树王 是王之王 但是结果现在保护得非常差 你看这些水泥 不知道为什么被谁的水泥 那些根下了地之后 它就会生大 生大的时候 那些根包围这棵树 就将这棵树搞散 至于私人地方的树 保育权力就归私人 政府就无权过问 就是说只要业主喜欢 或说是百年古树 可以说是华斩就斩 就好像见到的石间茸 你看到很窄的地方 很难种植 但是这些石间茸 刚刚就保存了这个 堵了这个难度 但是以前在维修这棵牆的时候 这棵牆的时候 这棵牆的时候 叶子斩了九棵石间茸 很难看 这个是香港特有的风情画 如果我们不珍惜它 再过一段时间 斩一下斩一下 可能都斩下了 香港很珍贵的一个风景 就会消失 尖志勇是港大地理系教授 早于九十年代 已经着手搜集保树的资料 按他的分类 现在香港有三百五十多棵 树林超过百岁的固树 也就是冠军树 在这十年间 尖志勇也见证着 香港的古树凋零 我就做过一个比较 比较1993年和2001年 七八年之间的树木有没有分别 我发觉 从港九市区 就损失了三十棵军树 如果这样搞下去 香港的军军树会越来越少 你看看这棵是榕树 你说有一棵这样的榕树 在石垒上 生成一棵大树 需要多长时间 河里活到 那个旧差馆那里 它那些长的榕树 就各个都震悲大哭 要保留啊 好啊 但是兜头泥又怎样呢 这棵树以前不是那么小的 是我们那些树王 以前这棵树就是种的 但是这两年打风就吹倒了 现在就换了这棵树 我们以前那棵树 是这里这么大棵的 很心疼 为什么呢 因为我看到大苑那棵树斩了之后 那棵树是很多 我们自小在玩到玩大的 但是回到去 有去探望老朋友 突然间不见了 真是伤心了一会儿 究竟内地城市在保护树木上 比香港有走前多少呢 下一节我们会去广州看看 我们香港现在连一个 古树的名鹿都没有人搞出来 究竟我们应该重点保护哪棵树 比如这个广州 它有五百多棵树 是订了出来的 就是经过调查订了出来 而香港这个工作都没有人做 可以说的话 香港很奇怪 在现代化的城市之中 可以说唯一一个 没有树木条例 亦都在全中国的城市之中 唯一一个中国的城市 是没有树木条例 古树名母是国家很宝贵的财富 它是一个城市的历史的见证 所以如果一个城市 没有古树的话 这个城市的历史 比我们人家就看得很低 一天植物学家许林庆 和一群在香港 关心古树保护的人士 来到广州 这棵菩提树是在广州市光效寺里面的 估计已经达二百多年历史 这里的人也会叫它宣树 原因是相传这棵树已经是第三代 早于六世纪初的时候 有佛教的高僧从天竹 而植一棵菩提树来这里 后人将它接织到第二树 种了棵子树 后来那棵古菩提被风吹倒 又有有心人从子树再次接织 在这里再种这棵酸树 二百多年来 广州人都很珍惜这棵酸树 广州市政府也提出广州人的这份感情 加以保护 我觉得广州市的股市明目保护工作 是比香港有些优胜的地方 这里是园林局 市政园林局就负责了所有的工作 统一领导 香港政令比较难地统一 同时也没有一个专门很特别注意股树 每年虽然用了很多钱 去种树 但是没有专门负一部分的钱来照顾股树 同时这里对媒体和市民 对保护股树的意识都比较重视 它又发动了学生来监察树 在香港来说缺乏这方面 一方面政府方面 一方面群众方面 都是需要改进的地方 其实中国国务院在1992年 以颁布全国性的城市绿化条例 明国规定 百年以上树林的树木 稀有珍贵的树木 具有历史价值 或者重要纪念意义的树木 均属古树名目 对城市古树名目实行统一管理 分别养护 而广州更早于在1985年 制定古树名目保护条例 现在广州市就有大概600树 受保护的树木 每一棵都有各自的树牌和花圃 有些甚至有围栏将它围起 以防人为的破坏 目前广州市内 不论公共或私人地方 所有树木的保育权力 本由圆林局拥有 私人可以种树和养护树木 不能够棧树 如果你要棧树的话 在城区范围内 一定要经过批准 就是个人有直树的义木 没有棧树的权利 因为这个树对城市的环境有贡献 他的贡献不是说你一个人享受的 对市民的生活都有些影响 所以一定要经过政府部门的批准 你才能赚得到 李敏又说 股市除了对环境有贡献外 它更加是国家的贵宝 可以成为下一代的科学教材 更加是珍贵的旅游资源 好像中山纪念堂里面两棵 分别三百多岁和八十岁的木棉及白树 亦都成为旅游的景点 古树明墓是国家很宝贵的财富 它是一个城市的历史的见证 所以如果一个城市没有古树的话 这个城市的历史比别人看得很低 第二个古树明墓本身都是很好的旅游资源 有些古树明墓本身都可以作为旅游点 或者参观点 这方面可以促进到城市的旅游发展 第三个古树明墓都是作为对下一代的科学教育 这是一个很好的教材 不过他承认面对急速的城市发展 有时古树亦都可能要让路移植到第二岛 底部近四百岁 牙立在广州市沙和路的老章树 就僥倖地在两年前兴建树旁这条天桥的时候 得到市政府的支持得以原委保留 其实过去几十年来香港面对城市发展的威胁 都有不少移植的案例 当中最为人尊尊落到的 必要数金钟太古广场的这棵古树树 八十年代当时兴建太古广场的发展商 为了保存这棵在1870年 受建维多利兵营时种下的树 就花了2389万 创下世界保存树木最昂贵的记录 但移植归移植 这棵树跟着的保育工作 就做得不太完善了 你看这个前年或者去年长的 而且以前的防抚措施 譬如那里这样 这里这样 这个防抚措施 已经出现了一个空洞 但是仍然没有取出补救的措施 虽然花了很多钱去保存 但是没有经常去维修 这些钱可能会冤枉化 电线这样纏着也不是办法 也不应该在上面搞一些人工装饰 就是搞一些人工雪花 都对古树不利的 万一你那个短路走电的时候 纷纷会影响叶果树的安全 近期九铁兴建 連接红磡至尖沙坠的铁路 沿途也有不少的树要让路 曾经董筹多次树木移植工作的 李就胜易承认 树木经移植后 后维症可能不少 这些树受影响的树 有一大部分我们都移植了 当然每一种树木 无论如何都好 它经过移植的手术之后 对树始终会有一个严重的影响 可能一些树的品种 因为移植了之后 去第二个环境之后 可能未必适合它 当然包括空气、泥土 尤其是地下的水分之类的东西 是会对树木影响的 不过康文处就说 他们审批一些 堪伐或者移植树木的个案 会很谨慎 如果你说那个树木 即是说 一定是经过它建筑物的地基 它一定要堪伐 我们也不是随要给它 如果是很多时候 我们都要它们修改的途绩 来就回一棵大树 特别是成灵树 和很宝贵的冠军树 九铁另一个铁路发展计划 连接尖东和西九龙的铁路 其中一个方案就是 穿过九龙公圆境 如果方案落实 将会影响到海黄道三棵 连过一百岁的冠军树 九铁的回复说 初步构施只会有一段 人行的地下管道 穿过这三棵树的底部 虽然是这样 学者仍然有这样的忧虑 就算你不是直接挖到根 你挖它底下地下水下降 它不够水又不行 或者你挖它那时 那些泥坐下去 由于那些泥一坐 就拉起那些根一起坐 拉伤那些根 令到那些根会断 而且那些根会裂 那些根双了 裂了那些细菌就侵入去 那棵树又会受伤 所以很多模型的方法 都会令那棵树受破坏 不是说你一下底挖 就没有影响人 千万不要这样的想法 但是我看到尸体上面 就没关系 木币 aires 还拿来 我看atif的 如果不够 使你没关系 这些人很开心 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集团会买入一批名贵药材 都要经过盧广榮和他的徒弟的检验 铅别真偽 划分等级 之后才能够制药生产 或者上跪销售 在去年就有一批 退了 凡是说鲁老师不合同全都退掉 他是多年的老要工 从质量的验收啊 这个把他相当严的 鲁老师从来是这个 没有人情观这些说的 成就成 不行就不一样 是吗 讲说 看他通通红 炮制需蹻 必不敢省仁工 貧位需贵 必不敢减物力 这一副对暖正好印证了 这一家三百多年老字号的历史 盧廣榮說這個稱得上是堂訓的對戀 幾十年來他一直銘記於心 讓他時刻意識到誠信是這間藥行的份量 今年64歲的盧廣榮 18歲就進入同仁堂 無幾乃就拜師學習名貴藥材的寶冠和鑑別 這個工作一做就四十幾年 我記得好像我剛一來的時候 你師父就跟我講 人命關天你得要動腦子 你得要真是出了問題就小不了 確實是你吃藥你給人吃反了 有時候就容易 這個藥你給人那個藥了 吃錯了都容易出問題 何況你這裡有假話 有時候對人體有害的 吃完了以後就容易出問題 把關我們這是第一關 為了要把好第一關 盧廣榮耗費了幾十年的心血 將品種繁多的各種名貴藥材的產地 來源特徵地熟記 你比如說像人身有什麼珍珠底 什麼這個爐有圓爐 身上有刀蚊 什麼腿都是皮條須 須的上有珍珠底 有時候我們也上人身產地去看 到人身產地看看它的生產過程 一年三號二年五月三年二假 四年登台五年四批 六年五批 你全都比一下 憑著努力不懈和經驗的累積 盧廣榮成為了遠近文明的 細季藥材鑑別專家 經過手摸、鼻紋、口嘗、火烤、水浸等方法 就能夠準確地鑑別出 藥材的真偽優劣 這些是勞師傅對名貴藥材 牛王進行的鑑別 如果他稍一不慎 比偽劣的牛王進入藥行 後果就相當嚴重 細季藥材價格昂貴 一斤價值就上萬 甚至是十幾萬元 經過盧廣榮鑑定是毅劣的藥材 當然是會被打回頭 而鑑別等級的不同 也往往意味著幾十萬 甚至上百萬的差價 正因為是這樣 在很多藥材供應商看來 盧廣榮可以說是大權在握 你吃藥你要吃 人家花這個錢就要吃這個藥 是不是 所以你要負責這個人命關天 是不是 這不是什麼小事 你一定要責任 有責任感 你才能把這個把關才能把得好 多年以來 西貴藥材的供應商都知道 想將一些假冒 危劣 或者是次級的藥材 從盧廣榮的手下 混入這間老字號 基本上是不可能的 在世貴藥材鑑別方面 盧廣榮的名氣越來越大 很多的企業想以高薪厚的待遇 拼請他做顧問 但都被他拒絕了 你要當你別出去 你給別的老闆看人就會掙錢 你幾次罷官給你罷回來 人家賺不了錢 人家還用你幹嘛 今年六十四歲的盧廣榮 他的得意門生趙曉光 已經能夠挑起 世貴藥材鑑別的大娘 他說帶徒弟不單要將業務傳下去 更重要的是 將誠信的傳統生火相傳 同修人德即時養生 三百年秉承的股份 在這間業行世代相傳 力久人心 德、誠、信 已經成為這間老字號員工的信念 經過幾百年的滄桑變化 仍然堅持著這個原則 如今 他已經發展成為擁有 三十一億元資產的大型國有企業 名列全國中藥企業的首位 各位, 又到香港萬花童的環節了 今天說說蒙古 提到蒙古 很多人自然會想起 辭請大漠草原的蒙古民族 以致是人類歷史上空前強大的蒙古帝國 提到蒙古帝國 大家總不會想到 今天的蒙古駐港領事館 就設在觀塘工廠區一個毫不起眼的角落 這裡就是觀塘工廠區 在一條隱蔽的橫行那裡 拍了一部外交使館的房車 原來蒙古領事館在去年年中 就搬到這座工廠大廈裡面 走進領事館的辦公室 就只有一個月曆是最具蒙古色彩 有草原上的蒙古人也有蒙古文 整個領事館就只有一個蒙古人 就是這位職員 代辦香港的領事職務 他說辦事處設在工廠大廈是迫不得已 蒙古國是一個開發的國家 而是沒有設置開設自己的辦公室 在中央或在某個地方 在香港島上的位置 在冠軍或在湖州 因此我們不擔心開設自己的辦公室 在某個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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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蒙古政府在去年年中 就委任了一個香港的製衣商人 作為名譽領事 而他的製衣工廠和辦公室 都是在這裡 為了方便兼顧領事職務 同時節省租金和人手開設 便索性把領事館都開在這裡 其實現在香港開設領事館的國家 達到八個 當中多達四成半 都是用這種掛單的形式開設 主要是發展中 或者較為貧窮小國的領事館 好似非洲的納米比亞 就在這間醫務所掛單 名譽領事是一個席衣 部份小國的領事館 甚至只有某郑信商作為聯絡 相反 作為超級大國的美國 領事館就完全體現大國風範 設在花園裡的領事館 是本港規模最大的 但是職員就有三百多人 國運的有興有衰 像是歷史的定律 回望歷史 當蒙古帝國在七百多年前 紅霸四方的時候 美國的名字 還沒有來在世界上出現 物換星移 蒙古現在有奈蒙和蒙古國之分 蒙古國自從九十年代開始 由共產主義轉行資本主義 現在人均生產總值 只有八百多美金 離開發達國家的水平 還有一段很長的路 各位 今次的節目時間就差不多 謝謝收看 記得下星期日晚上七點兩個字 六十分鐘時事追擊 我們再見 人生總有歡喜 一會兒將會播映 隨時做富翁之省港精英大比拼 我們大家 在獅子山下相遇上 總算是歡喜 我會有真正的心 少許去過